大家好,我是K,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近期有观众朋友想我分享太古这家老牌英资公司给大家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太古这家公司 太古本身的定位就是一间基地设于香港的国际综合公司 手上有不同的业务,在市场拥有一个领先的地位 而在大中华地区的历史亦相当悠久 而太古这个品牌在大中华区已经享誉超过150年 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品牌能够生存超过100年的确不容易 太古集团作为一间综合公司,老人家必定听过他的大名 以及可能长期持有他们公司的股票 但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未必 因为太古集团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 但股票的估值反而在港股市场里长期都比资本市场低估,非常可惜 但近期公司在公布完半年业绩过后 股价表现在短时间内就升近有两成有多 到底这间公司最后会一直被人遗忘 还是这次其实都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呢? 今集影片我阿K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未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希望大家都可以帮忙按个like和订阅频道 开启开旁边的小钟仔 当然如果大家都觉得影片内容不错 不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收听 那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部分 太古作为一间综合企业 旗下主要有三大业务 但受到近年其中一个业务 国泰航空导致半生不死 过去两年股价表现非常强差人意 但如果我们拉开国泰的业务去看 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 其实是否跟想象中有不同呢? 首先,太古集团旗下最值钱的地方 必然是他手上持有82%股权的太古地产 太古地产公司在香港发展已经非常成熟 加上在中国市场的营运都做得有升有升 甚至连海外的业务表现都非常不错 太古地产手上最核心的部分 当然就是持有一些写字楼或商场用作收租用途 小部分都只是做一些物业的发展 业务市场主要位于大中华区 但受到疫情影响和需求的不明朗因素影响 租务市场非常顺色 而在香港,土地一直都有价值 而大部分的业主都非常有财务实力 负债水平极低 大家只要打开四大家族地产发展商年报 就会知道他们的收租部分 近年的占比都越来越多 就像我们玩大富翁那样,年年都有贡献 玩过大富翁的游戏 大家都会明白 只要土地物业够多 收取租金的回报相对较多 大业主只要能够好好地把楼市低迷的机会 在相对的时间点做报告 将来不排除会有丰厚的回报 而太古地产自己都会申明这个机会 所以在今年较早时间 就决定公布了一个未来十年 会投资超过一千亿计划 进行会发展多个项目 而当中有一半资金将会投资中国一线城市 而重点发展当然会以零售为主导的综合项目 另外三分之一资金都会投资在香港 主要用作抗充太古方和太古港场 而根据太古地产所提供的发展蓝图 除了太古方附近区域会扩大之外 太古港场也是一个重点发展项目之一 太古必定会好好地把金钟站 作为一个四通八达的重要枢楼优势 在未来几年会尽量扩充太古集团的面积 我们说完地产业务之后 当然会说到另一项发展项目就是饮品业务 这部分就不和大家详细探讨 但我们会得知这部分正在整合中 太古一直都很明白 这个饮品市场一向受强劲的消费者需求 所以管理层会期望这项业务 能够在往后有再有强劲的增长 所以太古自己本身都有投放一些新资金 在内地兴建新厂房 期望在未来十年 每四个月会加开一条新生线 而每两年会有一些新厂房落成 期望能够可以加大发展 除了有加大在内地的投资之外 太古也是刚刚过去的七月份 有意收购可口可乐在越南和柬埔寨的业务 这一项交易绝对会帮助太古进军 这两个增长最快速的饮品市场 当然这一项交易条件首要就要得到反垄断批准 而市场也预计这一项交易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内完成 而在最后太古第三个业务 当然就是退自己本身的国泰航空业务 自从疫情出现后 香港航空业就大受打击 特别是客运业务 疫情出现到现在 都已经累计拖累到国泰航空亏损超过300亿港元 也严重拖高国泰的债务水平 我自己一度都以为太古集团会因为这样热埋出手上的股权 以集中资源去准备其他发展用途 而近期根据太古主席白德利又表示 他们是不会出售国泰的业务 而且他们还会说会做国泰的长期股东 加上国泰在过去几年一直都有努力做一个改造业务 而且期待在疫情过后的国泰的表现 而且对国泰的前景表示非常有信心 好了,影片来到这部分 当然就想跟大家说一下自己对太古的看法 半年业绩过后股价出现大升 都引发了不少大家的注意 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 股价有这么好的升幅 当然是归功于本身太古的股值比较低迷 只要管理层适当运用公司资源回馈股东 股价要重股都只是时间上问题 做加大牌息或股份回购都是今次太古所做回馈动作之一 当然集团还有其他动作可以做 例如可以变卖一些非核心业务 用所得的资金排作一次特别股息都是利好公司股东的事 问题来了,太古现在这个股价都已经反映了目前的利好因素 到底还值不值得买入呢? 我的建议可以大家先观望一下 由于今次的中期股息是有增加 加上股价就回升了太多 变相最基本的股息率都已经不太吸引 而且我以上和大家说的两项核心业务 地产和国泰航空业务都仍然是复苏阶段 要市场重新把太古表现重股 相信是要等多一会 其实现在在港股市场里面 都有太古A和太古B两种股票给大家买入 当中又有什么分别呢? 实际上太古A和太古B都是同一间公司 只不过是当年公司为了保存控制权 达到以小控大才出现太古B这个股票 理应太古A和太古B的投票权都是一样 而相对太古B的权益都是太古A的五分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现在在市场太古B的股价 只要相对A股出现折扬的话 那买入B股就相对有着数 当然大家买入前提都要做独立思考 要了解太古的盈利方式 不要见股价表现优秀就去买入就可以了 最后如果大家对太古集团有任何问题 不妨在下面留言区和我交流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听我的频道 下条影片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